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由万通国际投顾林冲翔 为您制作的标股级先锋 冲翔老师有时候对自己非常的佩服 我们在这里跟你追踪 跟你分析的股票一直不断的涨 一直不断的创新高 虽然今天大盘在这里瞎幅震荡 最多还跌了57点 但是我们的股票拉回就往上走 拉回就往上走 各位甚至有的股票连拉回都不拉回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大盘是不是在这里最多跌了57点 一下刷盘的时候只跌13点 当然台积电是有拉上来的 但是台积电如果你有的 不管是买在400多块的525的 你就先出一些吧 没有不需要全出出一半 反正外资还看很好 那个股神还在骂台积电 台积电被他从370骂到570 他也很有一套 股神什么叫股神 会讲自己是神的 通常是神棍 就这样 讲太多也没有用 那2603的这个长容 这个网友在这里就说 老师他会涨到157 为什么 因为配70块以后 他就变成北七 我觉得网友这里真的 我给你鼓鼓掌 真的是北七 网友你怎么那么厉害 你怎么最高到157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157 配完除息 除息配70块 157减掉70就是北七 北七以上你还追 买在157以上就套牢了 哎呦 老师人家说这支股票会涨到200 300 300 400 你慢慢等了 配70块以后 连100块都没有 3661的四星 老师今天再创新高 我昨天告诉你 我会员1500一还有买 昨天涨停板出掉了 今天还没有买 今天没有买 好厉害 老师 这个从500多块 我看你的节目就介绍叫我买 800多块叫我买我也不买 900块叫我买我也不敢买 都都都都都都 老师现在我敢买 了敢买了就要做价差了 对不对 6531的爱普 哦 老师 340没过 老师你真闹鬼 没关系 那你有本事 反正你们不管买在哪里 买在137的 买在200的 买在165的 买在250的 甚至买在这里的 都解套了嘛 对不对 都赚钱了嘛 我未来会不会有第五段 我不知道啦 我怎么会知道呢 哎 你知道今天这样子谁比较怕你知道吗 小辈你知道谁比较怕 空单比较怕 因为要创新高了嘛 放空的人都赔钱了嘛 你会怕吗 你不会怕啦 你明天要再空嘛 对不对 那网友都赚钱了嘛 我们给网友顾顾掌 死蛋的死蛋 汤米的汤米 阿喜的阿喜 赚钱的赚钱 哈哈哈哈 3443 昨天融券最后回补 哇哈 卜在昨天 昨天最高来到155以上 放空的人 不管你放在这里 还是他放在这里 还是放在这里 还是放在这里 每一个放空的全部都赔钱 真的啊 我敢保证 每一个放空的都赔钱 老师最近有没有做他 我要等6月2号除息以后 我再来做 会员听好哦 6月2号 今天5月几号 30是不是 明天31号是不是 明天 爱普会不会过340 我哪里在 我不知道啦 看啊 昨天外资投信质疑商都买了 外资买了800多张 老师今天外资还没卖 我又不是外资 我怎么知道 老师你不是会算主力筹吗 这个外资一天买一天卖 一天买一天卖 搞不好明天外资把它买到涨停 我怎么知道 那你不知道 对不对 W1788标谷极先锋 标谷标谷 标谷极先锋 对不对 各位 来看一下6643 M31再创波段新高 快到900了 我跟你讲666会过 还有酸民酸我 这里跌到600块的时候 还酸民说 哎呦老师啊 不要买M31不会涨啦 哎 你买600块到现在快900块了 你赚多少钱 你已经赚了 哇 老师啊 我看你的节目我有赚钱啦 老师我在这里买50张啊 600块买50张啊 900块 哎呦300块大概赚1500万 50张大概赚1500万 50张嘛 50张乘以600吧 3000万吧 3000万大概涨50%嘛 对不对 600到900是不是涨50% 小便你说对不对 对嘛 哎呦哎呦 酸民就继续酸了 哎呦 老师的股票就去空就对了 就去空就对了 随便你啊 对不对 随便你啊 对不对 啊 6531 将来涨一倍你再来空了 啊 老师那个成龙告诉我们啊 现在这里要空 成龙不算什么了 那个武打明星成龙对不对 我找李连杰过来 我李连杰比成龙厉害 成龙已经胖胖的 年纪大了 李连杰还年轻呢 还有一个 叶问那个 叶问那个是谁你知道 叶问那个更年轻 我找叶问来大成龙 咚一咚一咚 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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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看谁比较厉害 成龙在放空嘛 我知道啦 成龙嘛 高伟做股票啊 不会做啊 股票卖错了 일단一天到晚讲, 长龙 算了 顶太风的顶太风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叫做 和平的燕子 唉 不要讲别人啊 我们自己赚钱就好 3406的郁金光 老师再创Potent新高 老师我每个会员都赚钱了 我做好几趟 这里买这里卖 这里买之后这里没卖 好可惜 买300多块 这里没卖这里卖掉 这里又买这里又买 这里买又这里卖 这里买又这里卖 我们还有一半的持股 你咬我啊 老师将来到500块怎么办 到500块你要不要参加会员 你也不要嘛 对不对 到1000块你也不会参加会员嘛 对不对 2492的华欣科 你看100块锁得很稳 我今天一个新会员挂单挂998 998救救我 998救救我 还买不到 对不对 4961的天狱 老师今天天狱涨了 老师你们买153块赚钱了 我告诉你天狱啊 天狱因为要减资的关系 他要公布营收啦 说实在啦 有的会员问我 老师天狱要不要参加减资 我说如果150几块就参加减资 他如果拉拉拉拉到170 180 你就不要参加减资嘛 他减资完以后我会怎么办 股价就变200块了吧 老师那个头吃包 老师股票变200块 但是减资我股票变少 他还配息哦 对不对 3块半还配息哦 配12块给你哦 对不对 其实他黑线形态很强 这一根叫涨停嘛 这一根叫半指涨停 这一根叫涨停嘛 他这样子站上了年线嘛 因为年线还在往下走 但是年线已经快要弯了 他也跌不下去了 哎呦 天狱说实在啦 我是觉得那个 他的那个发言人哦 我说实在我们打电话去 我觉得发言人比较堵蓝一点 他竟然就哎呦 我们公司 你为什么要买我们的公司来炒 炒股票 我还没有听说 买哪一支公司的股票叫炒股票 买台积电叫炒股票 我看你公司好我才买你的 买联电叫炒股票 我看你公司好我才买你的 对不对 但是我没有买联电 我没有买联电 对不对 2317虹海 哎 那买虹海叫炒你的股票 你们虹海集团这样搞的 对不对 好没关系啦 反正4961的天狱要减资嘛 还早啦 我认为减资以前你要把握一下 会有一波段的行情 我的经验是这样 减资以前它会涨一波 好 那我们看一下6533的金星科 今天小福正当 最近金星科啊 外资买了1000张 导致金星科都没有涨到 导致金星科会不会 会不会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是613会不会过 我认为有机会 我认为有机会 就跟6643嘛 6643我这个660会过嘛 对不对 6531的爱普嘛 我说这个340会过嘛 哎 我讲的话后面都验证了 酸民拜托来酸一下 来 又来酸啦 又来酸啦 酸民酸民酸民 酸民酸民酸民 酸民又来酸啦 又来酸啦 来看一下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 因为这些酸民每一天 昨天就是你们不来酸啦 你们昨天酸 说爱普会跌停板 那这样子他就会涨停了啦 因为你们不来酸 他就不会涨停了啦 拜托你们今天酸一下啦 好不好 酸一下拜托你们啦 好不好 啊 纵然你没有你也来酸一下嘛 啊 你不酸他怎么会涨停啊 来看一下 对不对 四星 昨天来看一下昨天 昨天来看一些啊 看一下这昨天嘛 昨天的嘛 昨天的节目啊 来啊 发言来看一下啊 酸民们快留言不留言股票不会涨停啊 快留言不留言股票不会涨停啊 今天不是来看 今天来看笑话来见证奇迹 阿喜啊 他米啊还有酸民 还有股神系统那个神棍的啦 各位来看一下啊 来来来来 每天都在看笑话 各位 燕子突婴留言被关掉了 还有胡叉红关第二次 老师你那么准我也只好当良民了 股神是谁 三线翻多三线翻空那一个 股神是谁 对不对 股神你还不知道是谁啊 每天都自己说自己是股神那一个 神棍那一个 我们股票不多 被动延见 就买一档花心客 老师整理很久了 老师他会 老师他这里都会涨停 这里都会涨停 未来会不会涨停 我告诉你他一定会涨停 他一定会涨停 他第一次碰到年限拉回来 站上年限拉一根涨停 现在年限开始要往上了 华欣科不是烂公司 交加的 100块的华欣科 你要他跌到哪里 跌到80块啊 跌到80块的话 我的房子压了我都去买 他会不会过100亿 有机会 好不好 那我跟你讲 光学股做谁 做郁军光 对不对 老师我要做3008的大力光 大力光太贵了 买得 3406的易军光比较好做 3406的易军光比较好做 对不对 3406的易军光比较好做 对不对 我们有被动元件 我们有光学 我们还有IP 3661 爽不爽 创新高了 3443 除完洗我们再来做 对不对 还有来自6531的爱普 对不对 还有6643的M31 M31 它的毛利率超过100% 哇 老师真的快到1000了 老师我酸不下去了 老师你太准了 你太厉害了 600块跟你讲你也不相信 现在怎样 涨到1000块你就相信了 唉 各位啊 酸民啊 拜托拜托你们酸一下 不酸 他不会涨停 你挂低档挂那么多 要买要干嘛 买不到 老师 340块会不会过 我刚才过了就一根大长红 过了就一根大长红 反正啊 来找我的啊 还有我的会员啊 艾普没有一个赔钱的啦 我这样讲 可能比较夸张一点 那未来艾普会不会到400 500 我哪里在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要来问我 哎呀我跟你讲啊 艾普他6月份 他要配洗 你们现在有空单的小心一点 他如果过了342 那你这些空单的人 你一定要回补 因为他要除息了 跟3443的创意一样 对不对 高伟不是说他很烂吗 这一根不是跌停板吗 每天拿这张图 跌停板是给你买的吧 你买了之后就涨涨涨涨涨 这里有空单嘛 1000块放空的嘛 1100放空的嘛 1200放空的嘛 1300放空的嘛 6月2号要除息嘛 结果昨天拉到了1500多 所以空单回补全部在这里 当然前面已经有一些补掉了啦 但是昨天是最后一天嘛 回补完了 今天小跌 所以6531 6月份 他要融券最后回补 他会不会拉到400块再回补 我不知道啦 你不要问我啦 老师没有那么厉害啦 来看一下 看周嘛 初生段 主生段 最少一个末生段嘛 这个高点快过了 搞不好 搞不好这个礼拜就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月线 对不对 当初早一点来找我的 你问林俊庭 100买500买 300买450买 3008买750买 6004买900买 叮叮咚咚叮 这里刚刚 你看这个月线一定收红了嘛 这月线不可能跌下来 明天明天就算跌停板 这个还是红的啦 那明天如果涨停板呢 那就突破整理形态嘛 5月份最后一天 6月份要融卷最后回补 他不给你拉到400块 你不会补的啦 你不会补的啦 哎呀 我太了解你们了啦 对不对 你们今天要去放空嘛 对不对 前两天融卷 已经开始有一些回补了 为什么被嘎到啦 那今天如果融卷再增加 拍拍手放烟火 明天就继续涨 明天会不会涨停板 我真的不知道 各位 你加入你就知道了 底部量说好买点 高档爆量好出货 有钱之所以有钱做单想的跟你不一样 各位 你看我们做的股票有几次 你看我们做的股票有几次 对不对 你看3661 可以从500多块800多块做到1600 6643做到创新高 3443做到创新高 6531做到即将创新高 6533打算创新高 你不来找我你要找谁 对不对 找燕子 老鹰 鸽子 还是股神 还是找那个成龙 武打明星的成龙 没关系 成龙我有李连杰 我有叶问 站起来啦 好祝各位操作顺利 今天礼拜几 礼拜二嘛 明天台子集 礼拜三每次都要台子集算一下 算一下 算一下会不会拉涨停 我不知道 不要来问我 老师会算主力筹码 谁买哪一支股票在多少钱买的 你看这支股票 我把他跳上来 零股买卖509 这个510 明天开高了 这个3333333.5 零股买卖 对不对 你收盘才332 人家用333跟你买 333 祝各位操作顺利 赶快打电话进来 我要让你赚一倍 赚一倍 谢谢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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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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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